魚池鄉是銀花的故鄉 除了傳統八重鷹及野鷹之外 最近洞池村有地主提供土地 由魚池鄉公所栽種上百顆花旗木 打造全新的景點 村長邀請地方鄉親一起來賞花 社區裡面為了美化、綠化 來種花旗木 現在已經算開啟 也歡迎大家來這裡賞賞打卡 今天我們洞池村由蘇雲 提供土地來給我們公所 種花旗木 因為已經種了幾年 今天利用這個時間來辦一個花旗 未來也在新的一年 願望我們公所可以再種一個鈔屁 再來先設一些遊樂設施 讓我們老人有一個遊樂空間 除了邀請鄉親賞花拍照之外 主辦單位也舉辦茶會 行銷魚池鄉的精品咖啡及紅茶產業 然後有我們吳家室回去跟媽媽說 媽媽 我們魚池鄉的內蜜地 有一片花旗木 很漂亮很漂亮的 你去看看 你沒去看沒菜 但是在外面的時候 感覺實在真的很漂亮 今天來到東池村內魚池這邊去賞花旗木 真的很漂亮 在魚池鄉這裡 如果你往九族的路上 順便停留一下 看看賞賞花 然後再鑽到小巷子裡面 會有很多不同的咖啡館 或者是茶室為您服務 為了提升觀光旅遊品質 地方鄉親期待未來 這個景點可以增加綠美化劑涼亭設施 對此仙怨王秋暑也希望能夠成為地方的觀光性亮點 很開心在我們的東池村這裡 來辦理到我們的發現秘境 就是來看到我們的花旗木 這個花旗木就是類似像我們的櫻花工一種 它的整棟都開門到我們的花旗木 它這個飛機刷的時候 它會整棟下去 還會發出我們的綠葉采 所以非常 這個時候剛才斷在爆開的時候 歡迎大家共同來東池村這裡賞花旗木 俗稱泰國櫻花的花旗木 花旗最長有兩個月 從三月開始一直到四月底 是花旗最旺盛的時期 歡迎鄉親有空前來賞花 採購優質的農特產 記者邱平毅 宇慈湘採訪報導 我們下一個晚上的小火旗 這不下一個晚上的小火旗 請你來點採訪